Wo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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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歡迎收看晉級的台灣 我是明君 帶您來看平凡人的精彩人生 在桃園這兩年 有一台炸雞炒飯的行動餐車 非常火紅 每天傍晚五點出現 二十分鐘就秒殺了 因為現做的關係 賣來的人要等兩三個小時 才可以拿到炸雞炒飯 客人還是甘願等 老闆是二十六歲的陳偉玲 手藝相當厲害 十八歲就考到一級的廚師證照 大學時更是美食大賽的常勝君 不過他的成長背景蠻辛苦的 來自清平家庭 考阿嬤 撫養長大 尤其雙手在大學的時候出了車禍受傷了 開了五次刀 還是沒有辦法完全痊癒 但他還是靠著他的雙手 翻炒出新的人生 傍晚五點超過二十多個人 在桃園路邊 不是等什麼大明星 則是要秒殺這台 全桃園最狂的 下期草財啟動餐車 大概四點二十分就過來了 兩個多小時吧 兩個多小時吧 兩個多小時 只能久了 對 我們就是先點餐 去旁邊喝杯咖啡 再回來取餐 現炸的雞排 雞翅雞塊 裹上韓國進口的粉漿 炸起來特別的酥脆 一鍋開肉質細緻且juicy 但超人氣的雞塊 還可以再升級 加入蒜泥或是金砂 成為全台絕無僅有的 台式爆炒炸雞 就是等再久都要吃 我覺得就是它的那個雞肉啊 口感還不錯 肉不會很柴 會附著在炸雞上面 吃起來又有那個蛋黃 鹹蛋黃的味道 然後又有炸雞味 翻滾的炸雞 撒上胡椒跟芝麻 想起爆表 更酷的是還可以跟 用泰國茉莉香米的古早味 炒飯混搭 熱騰騰現炒的滋味就這樣 那很好吃 很好吃 大雞很juice啊 然後炒飯又粒粒分明 然後又很好吃 這台餐車的老闆 是年紀輕輕 只有26歲的陳韋霖 創業兩年不到 靠著高CP值 成了很多網友 常先追逐的對象 表店五點才到 但四點多 就有人來搶頭香 從中立 你騎摩托車要騎多久還可以嗎 半個小時吧 半小時來吃一個炒飯 值得嗎 對 值得啊 很好吃 五點四個餐嘛對不對 三個飯一個 三隻大雞 好 拜拜 陳婉可別小看 陳韋霖的廚藝 她很厲害 十八歲大一 就考到中餐最後等級 以及廚師證照 大學期間更多次拿下金廚獎 後來捨棄飯店廚師 跑來開餐車 賣起獨門的炸雞炒飯 兩個人幾人 對 我們兩個 來...請你吃 謝謝 不好意思啦 還有你等 通常我不會讓客人白等 到後面的客人不是都會有招待 或請他吃或發飲料 我遇過客人等三個小時 什麼都沒買到的 他也沒有生氣罵我 我反而覺得居然很退久 然後我就跟他說你下次來 我免費請你吃 他就免費帶走四份炸雞炒飯 看見曙光了 他看見曙光了 拜拜 拜拜 謝謝 拜拜 陳瑋玲很喜歡跟客人白等 除了對烹飪有熱情 更重要的是廚藝對她來說 就像黑夜中的燈塔 點燃她的人生之路 從小她家境清寒又逢俱變 弟弟出生 又加上遇到基隆風暴 然後我爸媽離婚 所以家裡的家境就 又遇到爸爸出客戶 所以酒家的人壯壯壞的腦袋 媽媽離家父親失能 姐弟倆靠祖母帶大 不僅是低收入戶 還得靠攝補團體接濟 但她勇敢接受現狀 我小的時候就是 因為家裡很窮啊 沒辦法吃怎麼辦 只要拿家裡的盒子去裝 無餐剩下的午餐 妳有講過妳還有去 撿回收啊 沒辦法十五歲沒有人要請 十四十五歲這種年紀 不會有人要請 所以就沒人要請的狀況下 你必須要找出出路啊 那就撿回收 國中畢業 大家都勸她就業去吧 但陳偉林深信 只有讀書才能脫貧 選擇餐飲學校辦公辦讀 身邊很多同學 他們都是 等那個年紀都在玩樂 什麼區業店去哪裡去哪裡 可是我的生活裡只有廚房 為什麼一直立正上有考證照 考什麼考什麼 對 我就希望自己可以 比現在更好 替自己的人生 鋪一條路 一天睡沒幾個小時 就像現在 收攤整理完半夜十二點 隔天一早六點 一個人又開始忙備料 像這種碎骨頭啊 這個風格妳要六點起來 弄太多細節要弄 就是堅持自己覺得對的事情 個人最稱讚的 就是他們家的炸雞 跟市面上的很不一樣 這個秘密就在於她的創意 我是試過很多水果 什麼蘋果啊 香蕉 芭樂 其實我都有常試過 但是真的都不適合 就是鳳梨這好吃啊 新鮮鳳梨加上獨門香料 打橙汁跟肌肉一起按摩 產生美妙的化學變化 讓肌肉炸起來非常軟嫩 帶有淡淡果香 另外炒飯點熱的紅蘿蔔 洋蔥 青蔥 也都堅持新鮮手切 但這切菜的雙手 卻有點捲曲 這是大學時車禍受傷 開打五次 是最好的狀態了 我這種殘缺的手 其實表面上看起來很輕鬆 但實際上我能動的範圍有限 只有這樣而已 妳就這樣子 我只有這樣而已 我的能動範圍有限 那段時間其實是 很大的一個低潮 每天都自暴自棄啊 就會覺得說 努力有什麼用 努力不能改變現狀 沒有人經歷過 他沒有辦法想像 一個廚師他最重要的右手 就不能用 那還撐得了廚師嗎 最終樂觀面對不完美 才是良藥 守得殘缺 帶上護腕 多少有了支撐力 加上比別人的努力 學生時期 他依舊是比賽場上的長勝居 就以他粒粒分明的古早味 炒飯來說會這麼香 靠的是自己提煉的豬油 加上醬油調味 然後跟當天現煮的 泰國茉莉香米 出車前預先辦好 到了現場 米飯熟度剛好熟成 然後大火翻炒一輪 就是絕妙滋味 陳偉玲的打拚人生 就向這騰空越起的炒飯 努力向上衝破貧窮線 大學畢業之後 有證照的他當過大廚 但為了籌措父親跟阿嬤的 龐大長照費用 他辭去餐廳工作 去貸款買了台餐車 要打拚人生 那台車只有一個小燈 裝在那裡 這都沒有 只有這一個貼子 我自己設計的 然後連那個砍棒都沒有 兩年前一個人獨自創業 想說憑藉自己好廚藝 食材也講究 但生意卻慘淡 好像才賣一個吧 才賣一個 然後一直四處被趕 你就會很懷疑自己說 我今天這個選擇 到底是對還是錯 其實自己已經很努力了 那種情緒可能 不是一般人可以想像的 雖然賣出去的少 但靠著熱情跟人可以聊天 傳拿自己的美味堅持 生意終於有了起色 但客人一多 一個人要忙點餐炸雞炒飯 還要包 根本分身乏術 那時候太慌忙了 然後油不小心破到上半身胸口 很嚴重 然後 但是我當天沒有停休息 我繼續還是販瘦 那我就在板下說 我今天受傷可能會動作比較緩慢 被有破到 然後他就在我的板下留言說 他可以來幫我炒飯 現在一旁幫忙助理的蔡百恩 就是那位很熱心的老客 原本從事旅遊業的他受益 其影響也正確工作 我就跟他開玩笑說 這個工作可能只有我會做而已 如果年輕的 你做一下子整個手都 咬到一直被油噴 不會有人來做啊 年紀大的跟你年紀差那麼多 也不會你也喊不動他 可能只有我來做而已 一個負責炸 一個負責炒 兩個人分工合作九個月 讓這台餐車口碑越來越好 現在八點十幾分吧 一開始只有七點小妹 對 還是要等 因為我常在開玩笑 跟我助理講說 今天如果是我 是我就不會願意 等三四個小時買炸機炒飯 因為我覺得 等待這件事情 要看個人 我如果覺得這間店有價值 我會願意等 回想小時候生活苦苦 需要受人幫助 現在陳偉林會賺錢了 他也懂得回饋社會 每個月都會到社府機構去做 愛情餐 為什麼我喜歡幫助別人 因為我覺得我 我小時候是被人家幫助長大的 我現在有一些能力了 我可以去幫助他們這樣